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天还是一样 但是要注意的是未来 大概在礼拜三的时候 有一道封面会接近 影响到礼拜四 礼拜五 所以礼拜五白天的时候会好一点点 就是这两天多的时间 北部容易阴沉偶正雨 大致上未来这阵子到了周末 也是天气变好 然后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 北方虽然有系统 不过都在偏北一点点 对台湾还没有直接的影响 所以也还没有冷空气会来 所以请大家好好把握 不过好天气没有好空气 有没有看到整个西半部空气品质比较糟 那这个有一点境外的影响 当然气象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吹得偏东风 等于是西半部空气品质就扩散不易 这边大气很稳定 加上本地的排放 好几种原因混合在一起 所以请大家留意了 这两天其实明显回温 这个礼拜也都回温 虽然有封面来 但是北边的冷空气并没有下来 所以大致上这个礼拜都是相对的比较温暖的天气 各位可以稍微放点心 不会像前面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变两次的这样的幅度 大致上未来这一直到月底 都是比较偏温暖的 请大家好好珍惜 可能会到月底的时候 可能才有点小改变 不过还不确定 现在来看的话 大致上未来这几天 北部的温度都是像走楼梯一样 慢慢往上回温 23到28度 尤其这个周末 天气非常温暖 请大家好好珍惜 很适合外出的活动 南部也是明显的往上走 虽然有封面来 但是对于北部或是中南部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礼拜三礼拜四的 有一些封面在北边 所以有一点偶正雨的这个形式 在中部以北会出现 所以礼拜三礼拜四要留意一下 礼拜五就会慢慢的缓和当中 所以请大家留意了 那这几天呢 中南部的空气品质比较糟 然后温度来说的话 早晚还是有点凉 但是慢慢的都在回温当中 整个东半部呢 云量比较多 所以大致上呢天气还可以 明天白天呢 中南部 西半部空气品质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明显呢大幅度回温了 请大家好好珍惜 这阵子开始回温的 这个舒服的天气 我们给大家很建议哦 冷空气减弱了 周日晴朗 西半部空气品质转差哦 那礼拜三四五哦 封面云系